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平强势霸道 现在在看观众却集体开始骂如瓶绿茶婊 有心计 何书桓是大渣男 但小编却觉得如瓶被骂有些委屈 真正该骂的 不是如瓶对书桓的死缠烂打 而是书桓对如瓶暧昧不清的态度 要知道 如瓶是先于一平认识的书桓 并在公交车上上演了一出英雄就美的好戏 那一瞬间如瓶已经对书桓产生了好感 后来因为尔豪的关系 书桓和如瓶相识 两人还煞事投缘 整个陆家都把书桓当成如瓶的男朋友看待 认为书桓是在追如瓶 而且书桓应该能够很明显看出陆家的意思 但自己却从没有否认过跟如瓶的关系 而是选择了默认 接着在尔豪的安排下 几人一起出外交游 书桓如瓶也并不避讳 拍出数张亲密照片 虽然拍照时所发生的事情纯属意外 并非故意为之 但在别人的眼中书桓和如瓶也然已经成了一对 书桓依旧选择默认事态的发展 也很明显此时对如瓶也绝对是有好感的 只是在后来书桓结识了一瓶 被一瓶所打动 爱上了一瓶 便弃如瓶于不顾 与一瓶开始了生死相许 但在跟一瓶闹矛盾后 书桓还是会反过来找如瓶 向如瓶诉说委屈心 生 这种行为难道不就是在赤裸裸地聊如瓶吗 就是让如瓶同情他 可怜他 就差让人家把身体献给他了 或许有人会说 难道不是如瓶每次在一瓶和书桓闹矛盾时趁虚而入吗 但换个角度来想 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要知道和书桓从一开始就是对如瓶有好感的 如果没有一瓶出现 那跟如瓶在一起就是妥妥的 这话也是和书桓自己说的 但一瓶出现了 那么书桓跟一瓶在一起就在一起吧 为何就不能好好跟如瓶说清楚 还要一次次地给如瓶希望 跟如瓶暧昧不清 这就真的不怪 如瓶一直对书桓死缠烂打 如瓶不过是在勇于追求自己的真爱 但书桓却是两个都爱 两个都放不下 才是真正该码的渣男啊 肥皮 喔 按摩